为支持2030年经济愿景市区重建局在进行土地规划时将采取三个策略 包括振兴和扩大经济活动空间 不断寻找创意方法满足企业不断变化的需求等 当局就透露正在探讨修订政策以创造更多混合用途区 包括在工商业发展项目中融入更多住宅和休闲空间 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豪 在事件局2025年发展总蓝图草案展览的推荐仪式上说 将商业节点战略性地分布在我国不同地区 可提供更加多元化的空间 以满足不同领域的各种需求 加强企业之间的协作 而我国东区西区和北区的三大经济门库 有助我国和企业同世界连接起来 陈建豪也透露 玉廊创新区11公里长的空中走廊 第一阶段将在2025年完工 大市港口将容纳海市及港务管理局港口控制中心 和其他港务相关公司的新综合建筑 则预计在2027年军工